很多人叫我出一期诸葛打野的教学 那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英雄的操作机制真的不难 但是玩的好话要看你怎么发育 前期的话诸葛打野是比较弱的 特别是没到四级 所以不要想着去发野 安安静静刷完自己的篮区到三级就行 然后到一分钟的时候 我们来抢这个中路的河蟹 这里通过小地图看到 猪八戒正在敌方红去反红 一技能开始的这个位置贴近河蟹 瞬间咱们五层被动 有被动的话 诸葛的作战能力在前期会提升一个档次 一技能虽然被猴子躲了 但是我们又被动成功下走了王兆军 没想到这个猴子还敢回来 一技能瞬间带走 诸葛这个贴脸伤害 可以说是所有打野中前期最高的了 剩下一个哪吒 是什么勇气让你回头的 是梁静卢给你的勇气吗 这一波也是成功建立了一波小优势 接下来的话我推荐你是主抓花育鹿 因为诸葛的话比较好收割脆皮 而且基本上一抓就是买一送一 但对面两个这样站在一起的话 都是残血的情况下 二技能加大招是可以炮打死两个的 在你身上有这么多被动的情况下 可以去对面野区逛一下 看见猴子在打蓝 被动直接收到一技能带走猴子 猴子说我还没放过技能呢 这波猴子想复仇 一直在找位子来切 我们先用技能消耗一下 这里注意在他用二技能跳过来的一瞬间 再用二技能跳走 这样你技能在安全的范围内打到他 又可以不让他近身 节奏起来后要学会用大招和被动多k头 和原方一样诸葛的话也属于法和型打野 军机的话要排在一二号位才有的打 出野区都有五神被动的好希望 可以让你在任何时候都有很强的爆发能力 这波是我自己也没想到伤害这么高 大招连慢了 要不然我说他早上死 他不可能活过中午 但也问题不大 我们给后一创造了非常好的输出环境 剩下一个王子军利用小兵刷出五神 没头二技能过去直接打他 看这个伤害猪八戒打半年 可能也未必有我这个一技能伤害高 七分钟结束游戏 今天你学废了吗 看看这个战绩有没有心动的感觉 有没有心动的感觉